广东队被曝带领两米二五的巨头展开特训 杜丰则是放弃了两米一三的大中风 朱光宇瞄准了新一届的前锋名当 并且把增防日给召唤回归到了球队 吴钱跟郭艾伦却无缘了囊囊大名当 乔尔杰为其放弃掉的商人确实让大家非常意外 接下来的人员调整还有名当的更换 跟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广东队两米二五的巨头被曝 跟随球队展开特训 而杜丰却狠心抛弃到了两米一三的大中风 针对广东队新一届的阵容调整 确实让大家匆忙期待 到底怎么样更有机会在新赛季拿到胜利呢 最了解广东队在近期把流传星提拔召唤 回归广东队展开特训 虽然广东队没有正式的牵下流传星 但是广东队的管理层包括了教练组 能够邀请刘传星 这名两米二五的大中风 来到球队一起跟随球队特训 这就给到了外界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那就是刘传星有机会重逢广东队 毕竟这一位当年由广东队轻信队伍 特训出来的大中风 他一度被称之为姚明的接班人 毕竟刘传星两米二五的身高 跟姚明两米二六仅仅差了一厘米而已 针对接下来的比赛 确实刘传星很有机会加谋到广东队 而广东宏远传队也有机会给到刘传星一份超级的大合同 让他非常满意的留在团队当中 与此同时杜丰教练呢 则是抛弃到了汉明尔顿 两米一伤的大中风 杜丰之所以说会把大汉给抛弃到 一共只有两点原因 首先就是汉明尔顿的年龄到了34岁 确实呢状态不断的下滑 很难帮助球队去争夺冠军了 毕竟作为一名老将 汉明尔顿只能够面临着被淘汰出局 那么接下来的大汉在CBA的比赛 很可能即将会结束他的生涯 毕竟过去的五年比赛 他一度在北京首干战队争战 但一直没有打出来 来到广东红原队之后 原本过去这个赛季是最有机会争夺冠军 但很遗憾 汉明尔顿还是为能够帮助广东队 完成赌冠的心愿 因此他被杜丰狠心的抛弃掉了 而广东队必须要在中风 找到合适的这一帮人选 不扬在新赛季 如果内线得不到补充 内线还是最大缺失的关键点的话 确实对于广东队的新赛季争夺来说 还真的难度比较大 毕竟广东队渴望着在内线得到更大的填补 希望能够有关键的人员顶替上位 这是红原队一直所期待的地方 刘传心来到广东队跟随球队完成特训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期待着广东队能够把刘传心 稳稳的签约拿到球队 这才是杜丰主关于期待的结果 第二个方面 作为广东队的总经理朱方宇 他瞄准了币涨2米36的大中锋 而且据了解这一名大中锋 一度被广东队给盯上了 并且在新赛季 广东队更是想要说 引元一位更加具备杀伤力的外援 其中近期 无论是包括了高兴师大中锋 或者说包括了2米06 并涨2米23的大前锋 其实都是广东队想要引元的目标 与此同时 团队当中的真凡日更是选择回归了球队 阿日他跟随了赵瑞 徐杰等人进行了训练 这就给到了广东队很好的内线消息 毕竟广东队在新赛季 很明显要全力去提升内线的实力 打造出一支完美的阵容 争取去争夺冠军 而且呢 对于整个广东战队来说 那都是让人匆忙期待的 高兴师证明大中锋 过去是美国队的主力成员 而杜峰跟朱方宇分工去合作 朱方宇前往了美国NBA 寻找优秀的大外援 杜峰则是留在团队去打造出一套新的团队阵容 这确实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朱方宇一方面瞄准到了大中锋考新师 另一方面也看上了2.06 必涨2.23的大前锋 他就是莫里斯恩多 一旦广东队能够把以往这位浙江队的外援签约拿下来 其实对广东队的冠军争夺都会具备更大机会的 毕竟球队当中包括了本土的中锋 其实过去的广东队一直都有进行着特训 包括了徐昕就被送到了美国完成特训 沙明池留在了宏远战队 一直都在训练营展开着体系化的培养 而与此同时团队当中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中锋 他就是一直以来让大家备受期待的一件年 阿联跟正方日都会继续留在团队当中 这是大家期待的地方 而朱方宇跑去影园考新师 渴望把他给前缘下来 这也看到了朱方宇确实一行为广东队着想 希望在新赛季得到更大的补充 如今的莫里斯恩多更是被广东队纳为了影园的目标 看来接下来的广东队 无论是大中锋还是大前锋都会得到一定的调整 新赛季具备更大的争夺冠军的机会 确实让人很是期待 最后的第三方面 朗朗的18人名当进行了大调整 无钱跟怪伦居然无缘的大名当 一件年更是没有办法被乔尔杰维奇给选上 朗朗放弃掉的商人确实让大家非常可惜 但乔尔杰维奇为何要这么做呢 到底合不合理呢 毕竟当大家了解到如今朗朗新一届的大名当 确实必须得具备更大的竞争力才行 毕竟我们要在8月26号就要挑战塞尔维亚战队了 到了28号还有8月的30号 都会有两场关键的比拼 如果囊狼要成功突破重围 在亚世界杯的赛场当中打进下一轮 最起码来说 面对塞尔维亚波多里哥难输当 上场比赛 我们要拿下两场才有机会打进下一轮 而乔尔杰维奇选拔出来的18人集训名当 却做出了一个尴尬的决定 首先就是包括了郭爱伦这位亚洲第一空位 郭爱伦尴尬的被爆出落选了大名当 乔尔杰维奇没有选择郭爱伦 却实让人非常意外 毕竟郭爱伦可是囊狼的顶梁柱 也是囊狼最优秀的后卫 过去的比赛当中大家都知道 面对着美国战队的逼强 郭爱伦他是唯独一个 能够带领着球当独过棒场 并且去上篮得分的球员 郭爱伦没有被选入到大名当 确实让人十分意外 但不管怎么说 郭爱伦他个人其实 也有一些伤病的问题在身 导致了他受到影响 因此郭爱伦没有被乔尔杰维奇给选上 我们也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 毕竟郭爱伦恢复伤病才是最大的关键点 而郭爱伦也照样落选到了大名当 作为过去常规赛的MEP 郭爱伦确实让人备受期待 只不过过去的这个CBA总决赛 郭爱伦的发挥确实比较拉垮 没有打出该有的水平 目前的郭爱伦跟郭爱伦 两人都要五元大名当 这是大家觉得有争议的地方 其实还包括了一位大中锋 那就是来自南郎过去被称之为一哥的一剑链 阿联也落选了大名当 这才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虽然说阿联的年龄到了37岁 但最起码来说 在大中锋 一剑链还是能够扛下重任 成为郭郎顶梁柱的 最起码能够鼓舞年轻一代的队员 18人的名当 没有把一剑链纳入到这一份超级的名当人选当中 确实让人意外 乔尔杰维奇这样的选人安排 难以在世界杯大赛拿到胜利 针对接下来的郭郎人员调整 大家觉得该不该更换人选 说说你的想法 感谢大家